再来关注影音串流剧播Netflix 不过您知道吗 过去他们是做这样服务 就是寄出一片一片的DVD寄到你家 他们是以DVD租赁服务起家的 最近宣布了要和他们的老业务说再见 他们在9月29号寄出最后一批的DVD之后 就要结束25年历史的DVD邮寄租赁业务 说到了这样的邮寄租赁业务 是Netflix的创办人Harting还有伦道夫想出的点子 因为透过邮寄的就可以省去你开设 实体据点的成本 但是你还可以稳稳地守住你的用户 所以他们当时推出这样的服务 是打的市场的先行者 也就是百事达当时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2007年还进一步地推出串流服务 因此逐渐地把百事达挤出了市场 Netflix早在DVD时代就开始投资原创内容 而从邮寄租赁到现在称霸整个影音串流市场 他们的核心业务也做了180度的大转变 沿见媒体的未来在游戏 所以Netflix他们最初在2021年也切入这样的游戏市场 在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55款手游 而在今年还要再推40款的新游戏 所以总共有超过80款游戏还在开发当中 那如果有一天Netflix从影音串流平台 变成游戏平台 投资人或许也不会太意外 不过来看看他们最新的财报状况如何了 他们在周二美股收盘之后公布的财报呢 市场是吓一大跳了 因为我们现在不断是在打击共用账号 那原定打击共用账号的计划呢 沿到本季才实施 但是第一季财报表现跟本季财测都不如预期 盘后股价一度大跌超过10% 那么上季新增的注册用户只有175万人 比市场预估的少了两成 那虽然没有像去年上半年出现流失 但是增加人数也是两年来最低 公司估计本季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准 不到市场预估410万人的一半 Netflix表示了打击共用账号 以及付费分享方案的效益 第三季会开始显现 渴望挨注ARPU 也就是每用户的平均收入 根据估计了 今年Netflix每一名付费用户的收入将会值比140美元 依然会维持稳定的成长 那么到了2025年 渴望进一步突破150美元 跟许多杂重基因切入串游的大型媒体集团相比之下 是更有赚头 说到游戏 全球的游戏消费在过去几年呈现持续成长的态势 预料再过不久 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娱乐之初 Netflix想必一定是看到这个趋势 才会很积极的布局游戏市场 从所视图来看更明显了 这是全球消费者的电玩游戏支出 从2017年到2021年 每一年都持续成长的 尤其是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 成长幅度是更为明显 你看这个峰值是比较大的 那么虽然去年支出略为下降 但未来几年预估在虚线部分 都还是会不断的上升 2026年预估将会达到2000亿美元以上 那对比之下呢 付费电视也就是这条蓝色曲线了 虽然还是一般普遍大众最大的娱乐支出 可是金额是持续下滑的 所以在这样下去很可能会在2026年 就被游戏电玩来超车 另外持续成长的就是影音串流了 也是目前Netflix最主要的事业 也是持续向上的态势 这类消负预估在今年将会突破1000亿美元 2026年会进一步成长到1300亿美元左右 那至于比较传统的音乐还有电影支出呢 预料成长速度都会相当的缓慢 那么到了2026年两者支出 可能都还不到500亿美元 他说到游戏商机如此大 那很多人认知认为游戏只是单纯拿来玩的 真是如此吗 其实随着整个电玩产业的快速发展 消费者参与游戏的形式 不只拿来玩已经大幅改变了 这是一个调查显示 他对全球PC还有游戏机玩家的调查 基本上只有两成四的人呢 他们就真的是只有玩 单纯玩游戏没有参与其他活动 可是不只自己玩 还会看别人打电动的受访者呢 占了将近三成 那不只会玩会看 还会透过像是参与现场活动 以及听相关的Podcast 或是用其他形式参与的受访者呢 占比是高达了四成以上 也就是以所有形式都参与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这些电玩延伸出的商机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